在我的眼里,车没有破的也没有救的,因为它们都是可以修复的,只不过是它的意义和价值值不值得你去做。 我觉得每个男孩子小的时候对车都应该感兴趣,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能看到的车不多,说到怎么对这个老爷车,也就是我们叫经典车感兴趣,我觉得这是源于我对机界的这种迷恋。 我是从2001年开始收这个经典车,当然那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,收到了一台上海760,从这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,紧跟着第二年就收了红旗的770,773,然后就开始接触这个阿尔法罗密欧。 到现在我一共大概收了一百台左右,都是历代的经典车。 现在是在把这个Tayat 500的这台发动机进行调试,我们把它在下面调试好之后,再去装到车上。 我为什么收这个车呢,是因为首先我对意大利车也感兴趣。 再有一个,这台车是一辆1967年产的,跟我同年生的,我也是1967年,所以收了一台Fiat 500。 那么它有很多问题,发动机不能起载,外观又有很多长时间的锈烂,还有内卡,包括线路,都要想修。 经典车的零件是买不到的,也没有得换,所以只能自己坐,或者是去逃,那修理厂一般的都没有这个能力。 你看这个,现在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锈,对吧,这个电镀本身是应该非常非常亮,你看,这里边有都是屋的。 自己动手去修车的这个感觉,要是像小孩就说你在把玩一个玩具,要是说成年人就是你在去做一个作品。 那么我们是想通过自己的手把一辆很破旧的车,把它恢复到原始的那种光鲜亮丽的状态,其实这也有很大的成就感,我觉得。 到现在吧,经过自己亲手修复的车大概有二十几辆,车库代修复的还有六七十台。 那么现在有很多人会来找我修复它的经典车,我觉得这就是被大家认可。 去年,就是博物馆,我托我们修复毛泽东主席的那台吉斯,还有一台是朱德做的斯科达,是1951年捷克作为国礼送给中国的。 那么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呢,去了捷克的斯科达总部,拍了很多的这个资料,包括博物馆还派了他们的经典车修复专家来,我们一起把这台车用了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修复。 经典车在你开的时候呢,它给我带来一种驾驶感和机械感,就是在感受那一段历史。 其实每修复完一台,我觉得都是一种满足感,就是有一种成就感。 哪怕我在这辆车上,我去解决了它的一个小问题。 而这个问题可能用一些现代的手法解决不了,可能就要用手去做,去琢磨。 北京有个老话说玩物丧志,也不完全是,我觉得玩物其实同时也可以立志。 那如果是你把你的爱好当成了工作,而你工作的同时又在享受着乐趣。 这个我想每个人都喜欢,也可能是每个人最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。